来看到403花莲大阵之后余政不间断 这两天又陆续发生导致建筑物倒塌的强阵 而就在天灾动荡之际 那么连政坛都不平静吗 民进党立委质疑了 国民党立委傅宽奇 为什么还按照原定计划 25号率团访问中国呢 对此当事人有了最新回应 诞成者十位 民进党立委沈博洋提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 23号在立法院排案 没想到却在程序委员会遭到封杀 蓝白联手10比8拉下提案 基本上这是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的第四条 第十条 人民有居住迁徙自由 去世界各个国家都有可能发生 那这种提案实在是太具有针对性了 那我们先跟大家讲 这没有在针对谁 这是针对所有的 目前可能会去附中的这些立法委员们 他们本来就应该要有相对应的规范 民进党团痛批国民党压霸 一边说要国会改革 一边又阉割国会提案权 加上日前 国民党团总召傅昆奇 才宣布要率领蓝卫们到中国参访 但现在华丽余政不断 建筑物到他受损严重 外界质疑 傅昆奇难道还是执意访中 到底是中国给了什么指令 让他们必须在现在急迫的前往中国去领旨 去接收指令 不应该有意识形态的一些态度 我们只是很单纯的跟对岸来对话 百工百业的事物 及我们族人的产业的事物 确实我们在地方上也碰到很多农游民 他们对他们的农产品非常非常的担心 因为出入的问题 然后前几天也碰到了旅游业 他们到立法院里面这边来陈勤 希望能够尽数 让两岸的关系能够和缓 傅昆奇办公室发出新闻稿回应 表示率国民党团立委访问大陆 就是为了恢复两岸交流观光 为振兴花脸灾后 重建经济发展而努力 华丰一转又扯到查理立委 组织赴WHA 争取加入国际组织是公务行程 复日本国会交流是公务行程 那么为两岸恢复交流 出发北京 更是责务旁贷的公务行程 敏感时刻 若傅昆奇依旧坚持原定计划 在25号甩团坊中 恐怕立愿又要上演激烈攻防 这位连家凯琳采访报道